連續五年都沒有缺席 那到現在有什麼樣的感觸 我覺得很開心自己可以一直為 紅道老人基金會的這些弱勢長輩們 就是發聲這樣 然後因為我覺得人都會變老 然後老人家有時候真的很無助 很孤單 但是我覺得紅道基金會最讓我感動的是 他們不只是物資 物質上物資上面的一個幫助而已 他們真的是幫助他們心裡面 去度過那份孤寂的感覺 尤其是在比如說歲末寒冬要過年的時候 他們不會讓長輩們好像真的孤零零一個人 沒有人陪伴這樣 讓他們真的還有一個家的感覺這樣 現在太大姐我們想問說你最近跟馬南還好嗎 媽媽也是長輩的一種對不對 所以人要做個可愛的長輩 然後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首先要真的非常謝謝小禎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很善良很大氣很大度的人 她不但沒有責怪我媽 反而還反過來安慰她 所以讓我真的更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其實知道這件事情的當下 我真的是很憤怒 我就直接打電話 我說媽妳在幹嘛 妳這個行為 妳就是網路酸民 妳就是網路霸凌 妳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別人今天這樣說 妳女兒妳會開心嗎 然後我說 而且妳女兒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妳還不理解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就狠狠地教訓了她一番 然後她也就真的就是一直感到很抱歉 然後一直跟我說對不起啦 然後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也很謝謝就是小禎 就是這麼大氣大度的 然後我有 其實我不想要讓新聞出來了以後 我才去道歉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就是要直接當下 所以還好 對 還好我有認識那個秀秀 秀秀姐 對 我就趕快跟她要了電話 要不然我也沒有私底下的聯絡方式 然後我就趕快跟她說明了這件事情 是媽媽有嚇到嗎 被露出 她喔 我不知道欸 後來她就是 她 她有沒有被嚇到啊 她好像不知道那麼嚴重 是我跟她講了以後 她才 她才意識到說 喔她 那個闖禍了這樣子 對 那總之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她能夠經一事長一次啦 對 不然小禎好像也自己有講說 其實她自己也蠻小的 所以妳有覺得非常未到真的嗎 沒有我是覺得她 她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很可愛 這也是她受大家喜歡的原因 因為她也可能就是憂自己一末這樣 可是我覺得她的這個前提的用意是很 是發自一個善意 她想要讓長輩不要那麼有壓力 所以我完全的就是感受得到她這份溫暖 就是很謝謝她 就是讓我媽可以放鬆一點這樣子 所以我跟媽媽講說以後 有啊我有提醒她 我說就是請妳再謹慎一點這樣子 對啊 我們想問說之前冠軍賽的時候 就是那個Ella姐妳有跟天王星座要珍惜妳嗎 那現在小孩退團妳有沒有特別的感觸 我覺得其實就是面對問題就是要正面的去處理 然後我們也不是當事人 到底這個事事非非 我們也沒有任何人有立場去評斷這樣子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 然後我也覺得少年們當然也會有他們辛苦的地方 因為我們也是一路看著他們過來的 他們也是懷抱著夢想來 只是當妳成名了以後 妳就會承受更大的壓力 然後還有被檢視被放大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行為這樣子 那至於他們後續怎麼樣的處理 我覺得那就是他們要去面對的問題 我在這邊也不便多說什麼 可是我還是祝福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面對未來的人生的各種難題 都能夠很正面去迎接 然後也希望他們這條路可以走得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的 那妳自己的工作的部分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計畫 好 我其實前陣子還剛拍完了一部戲 然後接下來12月會再進入另外的劇組這樣 所以其實也是工作馬不停蹄 然後11月份就是新戲的這個前置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有關心一下復贈嗎 因為取消良長一樣也滿可惜的 其實當然有關心 然後我其實我去當下那天去 去看他演唱會 第一場我有看到 他唱完一些歌的時候 我就就是會熱淚盈眶 因為我明白那種在台上的壓力是什麼 他一開始的時候 是因為感冒失聲 所以必須延期 可是你當他聽完 當他唱完那些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知道那份壓力是什麼 有些高音 你在唱之前 你可能真的會心跳加速這樣 然後可是因為那陣子拍戲也很辛苦 其實我也被他的那場演唱會療癒到很多 即便我那天有戲 我還是想要去看 去支持他這樣子 那他最近身體 他最近真的很健康 他是早睡早起的那種喔 然後早起到我今天早上 在群組發現他竟然 八點多就醒起來的那種 就是跟我以往認識他不一樣這樣 所以我很開心他就是 比較有健康的生活作息這樣 對 然後我們前陣子 喔我戲拍完一回來 我就 我們就約了又去爬山這樣子 所以他的心情其實是 我相信認識他人都知道啦 他就是用一個很平穩的心情 去面對所有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 一切事情都可以順順利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